欢迎老妹 主持人好 好好好 一个山西一个广东在哪认识的呀 在深圳认识的 认识多久了 两年多了 两年多了 谈恋爱多久呢 我们是15年3月14号谈恋爱的 然后到现在 哇 女生对这个日子记得很清楚 3月14号 那天发生了什么 你把那个日子记得那么清楚 那天是她过生日 然后她跟我表白了 哦 是她生日啊 当时看上这小伙子什么了 他这个就是比较迈迹 比较有场劲那种 比较什么 比较有场劲 闯劲是吧 比较能闯的那种 我的天 那个 没关系 今天谁要来呀 我要来的 来干嘛呀 除了这两年多了 她现在一直在外面相亲 今天想让她给我一个态度 你说她一直在外面相亲啊 嗯 对 就这八年以来 我的天哪 姑娘为什么呢 我相亲我也没办法 家里面实在逼得我太紧了 像我这年龄段的话 我是同学的同学 姐妹那些 村面比我小的 人家的小孩都有了 家里能不着急吗 那你跟她吹了吗 没有 那你也没跟她吹 你怎么相亲呢 我相亲也没有相亲 那是实在家里面实在逼得我太紧了 我也没办法 你是为了应付家里去相亲的 不是自己想相亲 不是的 好 那你要娶人家吗 对呀 啥时候娶 就准备是今年能把结婚的事给办了 就赶紧办了 因为现在两家吹的都比较急 我就办了呗 那怎么不办呢 结婚最起码你给的态度给我吧 你该不会是要看上了我家那个 马上要拆迁分房子了吧 我怎么没结婚的态度来 你没工作这八年来 不是我一直在想着你吗 你的包 你的衣服 这些不都是我给你买的吗 说的你好像说的是真的一样的 你前两年的时候你去哪呢 你前两年的时候 你哪怕你给我买一样东西 你都不舍得 一个包200块 你都不愿意去掏那个钱 我说我手机充电宝不行了 我要换一个 不就50块钱吗 你也不愿意去掏 然后呢 你现在你跟我说结婚 你的目的不是有那个 居心而在的吗 你们家拆迁了 是的 拆迁 我能分房子 到我手上我有两套呀 你是居心叵测吗 我和他结婚是因为我爱他 我是在你穷的时候看上你的 还是在你有钱的时候看上你的 是的 你在我是没签的时候你看上我 但是你两年前的时候的态度真的是 180度转变 两年前对我的态度 哪怕微信 有时候连一条都没有 电话也不打一个 现在呢 天还没亮的时候 宝贝你起床了吗 宝贝你干嘛呢 宝贝你要早睡 然后我不一中说了一些 家里面需要换点什么 你都会去换 你现在让别人不怀疑吗 好好好 没事 兄弟 老家是哪儿的 山西的 打算结婚 对 把他取回山西 对 那没事 人家就把你取回家 那房子人家不惦记是吧 不惦记啊 不惦记 你看你想多了想多了 没有 你要知道吗 为什么我会这样说吗 我就是在近段时间的时候 我们结婚可以啊 我说去你老家 但是他没有这样子一点的意识 没有一点要结婚的意识 哪怕回他老家去买房子 他都不愿意 他不是说要把你取回 刚才你说的是真话吧 回山西啊 回山西的话 我肯定现在不会回去 因为我在农村长大 好不容易在深圳 找到一个落脚点 我不可能是现在回去的 你指的落脚点是哪儿 就包括我现在的工作 哦 也包括他 对 有没有想过这个 我随便说啊 这个 你们家有男孩吗 我们家还有个弟弟 还有一个弟弟 哦 那人家就不需要倒叉吗 要不然我还想提个倒叉门的意见 这倒叉门你建议吗 嗯 这个 他爱我 我爱他的话 我不会去建议 不建议 不建议 但是我只想在这里说一句话 我说 广东哪个地方 哪会有倒叉门呢 而且你仍然一刚倒叉门 我还不愿意 我家里面也不同意 哎 这条路也给我们毒死了 我就会带我 我家里面也别佳 我家里面也不帮助 我家里面也虎 那么我还是能够 我家里面修认 我不会这样 我也是 这条路也帮助 就是他 我我家里面修订 我是 我家里面修认